而菲律宾最新的现场上午8点半 飞博的渔业局展开了记者会说明 最新的状况连线记者录仪来告诉我们 现在主播 现在呢我们人是在这个玛米拉 那我们刚刚呢已经是到了他们的渔业述 因为原本是说早上的8点半将会有一个最外说明的记者会 好那但是呢这个记者会呢在最后其实并没有开成 但是有可能只是一个大乌龙哦 他们表示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说有要记者会 不知道是从哪边传来的讯息 那刚刚呢这个渔业署的局长呢也是有出来 那表示说他们真的并没有要做任何的回应 因为现在发言权并不在他们的身上 那其实在这边呢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消息 除了台湾的几家媒体以外 连香港的凤凰卫视都有来这边 那另外在当地的一些local的华文报纸 或者是其他的他们也都是以为有临时的记者会才会过来 如果结果呢在渔业署这边是完全不愿意做任何的回应 那只表示如果有新疆协会再告诉大家 但是再次强调他们并没有办法为这一次的渔业调查呢 做任何的回应 那以上这边就是在马尼拉的最新消息 我们将镜头还给棚内 好 谢谢路易看到这个记者会恐怕是个乌龙 但是呢菲律宾政府还是没有拿出诚意来证实地对台湾来盗窃以及谈话